从现在开始每天说这五个字 虽然很简单 但你做到了接下来五年 你都能活得很顺心 这五个字 我让上千个来访者用过 他们都发生了改变 如果你觉得自己最近过得很不顺 别人问起你的状况 千万不要抱怨发生了什么 也不要解释原因 只要笑着回答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记住一定是面带微笑 发自内心的说出这五个字 你重复的次数越多 你内心就会越笃定 心情也会变好 身体也会越来越有活力 周围的关系就会越来越和顺 这五个字就是会越来越好 为什么这五个字这么简单 却有这么大的魔力 我从心理学角度给你三个原因 最后一个原因是你从没听过的 但只要你能理解 真的会让你接下来的生活 发生巨大的改变 首先第一个原因 你身上所有发生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吸引来的 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当你跟别人不停地 谈论自己不好的时候 无论是说最近大环境不好 赚不到钱压力大 还是说夫妻矛盾 婆婆怎么怎么不好 孩子不听话 身体不舒服等等 不管你说的是哪方面不好 你要知道 你发出什么样的信号 你就会获得什么样的结果 这就是自我暗设力量 你告诉别人自己 这不好那不好 这不如意那不称心 你也就是在告诉自己 自己这里也不好 那里也不好 你都笃定地说自己不好了 那你自然就好不起来 其次啊 你去和别人诉苦的时候 等于你是在博取别人的同情 你需要别人的关怀 你就会在潜意识里面 让自己变得虚弱 你想想 当你说不好的时候 你会喜笑颜开的时候 还是愁眉苦脸的说 你是不是这种愁眉苦脸 就会变得很虚弱 而当你说说越来越好的时候 你的自我暗示 就是在告诉自己 你有能力让自己变得更好 你有能力遇到贵人 你会带着你自己越过越好 你前世里的自我 也会越来越强大 最后一个原因啊 心理学啊 有一个理论叫做 聚身认知 说的就是 生理体验与心理状况之间 有着强烈的联系 当你感觉开心的时候 你会不由自主地笑出来 而当你笑起来的时候 你的心理状态 也会跟着开心起来 而且越来越好 就是一个动态表达 它会带着你动起来 你要知道 很多时候我们过不好 是因为我们总停留在想的层面 想到困难就会让我们没有行动力 想得特别美好 又会让我们遇到一点困难就退缩 而越来越好 是在不断提醒我们 要行动起来 行动就是对抗焦虑最好的妙法 也是让我们生活变得越来越顺的动力 所以当别人问起你的处境的时候 你就笑着说这五个字 会越来越好 身体很好 工作很好 老公很好 孩子很好 一切越来越好 相信我 你每天都这样不断地去重复 你内心的焦虑和不安 就会越来越少 生活自然就会越来越好 你一点点儿 我以为我们学会越来越重 就会越来越好 你自己会越来越好 你越来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